那么这一情点当中 母亲要把小孩看好 凡事不善的 不道德的 这些负面的不能让他看到 不能让他听到 不能让他记住到 因而这些三岁之内小孩 他所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与伦理 道德一定是相应的 所以这个根砸得很老 中国古英语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三岁这个根砸得好 到一辈子 到八十岁它都不会改变 所以小孩在三岁 三四岁 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 辨别邪证 好的他会接纳 不好的他会排斥 他不接受 所以这个根砸得好 三岁以后就交给老师 老师跟母亲一样 要像母亲一样的爱护照顾 把他传授他的应该懂学习的 正面的 人理 道德 以及做人的规矩 理解 就从小把它养成 那么现在这种教育 就是在中国也没有了 战争的那个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时代 还有在中国农村里面很能看到 很少了 那么战争结束之后 就在中国再看不到了 这是我自己亲自体验 没有杂根的教育 那我们小孩子上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他这个根有了问题 特别是能力道德的教育 包括宗教教育 接受这些教育一定要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实在讲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孝 一个是敬 孝是由父母为代表 孝顺父母 把孝顺父母的心扩大 孝顺社会上一切的群众 第二个是敬 恭敬 恭敬是由老师作代表 大家对老师非常恭敬 要把尊重老心 老师的心 也要用在社会广大群众 做到孝敬 这是人体道德教育的大根大本 这都要从小去培养 母亲要负这个责任 那么现在教育对这些方面很少听说 偏重在传授技术能力 所以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了 他会做事 他不会做人 人际关系没办法处得好 甚至结婚之后家庭就有问题 在社会上跟领导与被领导当中都产生了矛盾 这社会不祸心 家庭不祸心 那么社会自然就产生动乱 所以现代学生不会做事 他重视技术能力 不重视品德 追逐物质欲望 迷惑颠倒 社会动乱是从这产生的 所以老师负的责任很重 做老师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什么